是 我的尚丰 他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他在哪儿 不太清楚 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 他在哪儿 我也不敢问 对了 前阵子我才知道 闹了半天 他就是度假祠堂的守灵人 他让你把电台带到 冒儿胡同干什么 不知道 我提醒你一遍 宽大处理的前提 是坦白从宽 长官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我真的其他事情 一点都不知道了 我张扬如果有半句虚言 天打我雷红 起来 你所说的这些 我们会一一合场 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 我问你清楚 不敢不敢 绝对不敢 带走 长官 我都交掉完了 你可以放我走吗 长官 我什么坏事我都给你干 长官 走 你不能 顺政 您马上去猫儿胡同 调查一下 小警 你检查一下电台 看看有没有什么 异常情况 半小时后 咱们会议事碰一下 明白 我 我跟你们下官 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 我真是个好人 我有半点心 要我天打我们雷 回来 你 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 我 我不是 我不认识他 我 我真的不认识他 快走 我 我不以为孩子 党国白类 你没有人认识他 好像当不认识他 你 就你 我 我去张庄看守所 就你我 那岂不是自投罗网了 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不成功 变成人的事 怎么 怕了 拿到了呀 我只不过不想死的 那么没有价值 你放心 所以我在丰南潜伏多年 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 丰南法院 地处在县城的郑中 就像一个不口袋 假如进去 共产党在这里设了符 就像孙悟空静了弥勒佛的前空袋 他是有境无处的 照你这么说 你是让我去到张阳的覆辙了 当然不是 报告 进来 队长 我刚刚已经派人 在茂尔胡同曝空 实施二十四小时监控 好 队长 怎么了 怎么了 土拨鼠派张阳去茂尔胡同街头 却没告诉他街头人和街头地点 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为不会是为了保密的讯会 为了保密 派一个毫无经验的特务人员 这不合乎常理 按理说 电台对于宋武征和土拨鼠而已 已经是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最后童童 确实不该这么草率 所以我担心这很有可能是特务社的一个局 但究竟是为什么 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文渊 怎么样 一切正常 确实是一部军用便携式电台 没有发现特务在上面揍过手脚 会不会真的是特务的疏漏 不可能 都到这个时候了 他们一定会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所以我怀疑 他们这么做 另有其他的目的 什么目的 和我们一样 我已经老了 已经没有力气打打杀杀了 而你戎马生涯多年 又是冰封计划的最佳人选 所以我会设法保全你的安全 再说了 你也是聪明人 应该明白 如果我拿你当诱饵 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既然这样 我为什么还要去丰南法院呢 谁让你进丰南法院了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 本路埋伏 不愧是党国的精英啊 一点就通 你的任务 就是设法在通往 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 设服 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 有没有美女设 如果有 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 那你呢 我去张庄看守所 要进看守所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能够知道美女设 是否在看守所里 平后怎么进了呢 这个 我想办法 好了 我们各司其制吧 我们各司其制吧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你得帮我去办一下 你说 今天举报张庄的那个人 就是咱们在整所 碰到那个黄包车夫 我怕共产党 会顺头摸挂 发现里面的蹊跷 这个人 必须干掉 我去 用张庄跟电台做诱饵 他们至于下这么大赌注吗 宋永哲和吐蕃鼠 已经被逼上绝路 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淳城 张庄是被百姓举报的 没错 举报人是谁 他叫李二 是个黄包车夫 事不宜迟 找到李二 配合调查 是 谁呀 伙计 我想包个车 订车的 这天要来才挡头挡不住啊 等着啊 来了 文渊 文渊 嗯 怎么了 你有心事啊 掌静了 赵静同志 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 跟你公事这么久了 就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你看 你骆什么呀 看你的车 是 是 刀车啊 那脚尖可贵啊 给得起 看 那就好 那就好 就你一个人住 就我一个人 媳妇呢 媳妇呢 媳妇 我就是一臭拉脚的 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 对了 你去哪儿 去趟城外 去城外 没问题 保证平平安安安 给您送的 不过 咱这有规矩 这路有点远 得先付点定钱 好 借在房中绣下拜 绣得西线各自来 那一边绣的是青小铁 这一边绣的是张绣才 李二 开门 李二 开门 这么早就睡了 李二 开门 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 李二 又把哪个像好的带回来了 你这个重色亲友的家伙 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吧 抓紧了 抓紧了 他是你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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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搬拖了 拖了 有劳了 没留下什么把柄吧 臣归臣 吐归吐了 老师 那边怎么办 那边死人了 走 怎么回事 有个车夫被杀了 是李二 走 看查现场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 是 走 走 队长 看来你猜得没错 李二的死是被杀人灭口 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鼠爷和宋勇征他们 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 张扬身份暴露就是敌人有意为之 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 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 得不偿失啊 宋勇征跟那个鼠爷 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扬暴露 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 目的只有一个 确保张扬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活 让我们故意抓住张扬 可是为什么呀 为了引路 引路 往哪儿引 张扬被关在哪儿啊 张扬开出所了 除了张扬还有谁被关在哪儿 那个女特务 队长 我马上去张扬 对那个女特务展开新颖的神经 不用了 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 咱们根本不用在她身上 花太多的时间 既然咱们已经大致 默清楚她们的计划 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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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的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 听说军区这次下令 要从众惩处这批敌对分子 镇射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早就该这么做了 看他把他赶不赶小赵 是啊 小声点 别说了 我们走吧 老板 来三捆虾 好的 小姐 请稍等 多少钱 一块钱 来 谢谢 谢谢老板 不客气 慢走啊 明天太太 爹 爹 女儿不孝 不能为您报仇 您缺下有痴 您就让他和人有恶报吧 你不是想给你爹报仇吗 我来了 你想干什么 找你帮个忙 休想 又无得你了 通告我们已经张贴出局了 将会在丰南法院对垂皮特务 进行公开审吧 为了营救这名女特务 宋永珍跟鼠爷 就算怀疑这其中有诈 也只能设法遣到丰南法院的周边 探清我们的虚实 我们就对丰南法院一带 沿途不枯 老宅 你还忘了一个地方 你是说看守所 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 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 所以这两个地方 都不能掉以轻心 明白 还有 为了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 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 设置的包围圈里 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 赵敬 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 名单和照片 全部印制出来 张贴在县城的公告栏里 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 放在最显要的位置 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 这名女特务 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 老宅 看守所那边一定要加强警戒 绝对不能给敌人可乘之计 走 走 从中出局 来 周大爷 你忙着呢 我在把牢房里边打扫打扫 这就完了 行 周大爷 那您先忙 好嘞 好嘞 大爷 大爷 我是冤枉的 麻烦你跟上面收收 把我放了吧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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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周大爷 这忙完了 都弄完了 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去吧 好 对了 里边那个漂亮女娃 那是犯了啥过错 都关在这里了 大爷 您可别被她的外表给迷惑了 那是个女特务 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是这样啊 你说 好端端的一个女娃 这干啥不好 这非要干特务 好 周大爷 您回去了 下班了 我回去了 好 那您慢点 明儿见 封南法院所在的位置 犹如一个口袋 而配件路 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 宋永征跟属爷心思缜密 他们一定能看出 封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 因此绝对不会轻易入瓮 所以我猜测 他们极有可能 选择这里 展开行动 老宅 明天一早 你从看守所 押送犯人去封南法院 记住 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 不能有半点疏忽 放心吧 陈锋 到 你负责配件路周围的警戒 一定要确保 周边百姓的安全 是 连武 到 你明天带狙击手 在配件路的制高点埋伏 一旦发现敌特 立即采取行动 是 道歉 你跟我负责 总体的部署和监控 随机应变 好 好 谁呀 好 来了 你是 拉克尔 麻烦你点事 什么事 你说吧 进去说好吗 好 进来吧 好 坐 坐 喝点吧 习惯了 来一口 不了 不了 闻起来就是好酒 你找我有事啊 老哥 听说你在张庄看守所当差啊 什么当差啊 我在那儿啊 就是个管卫生的 老哥 我想让你给我的外甥女带个话 你外甥女 我不认识啊 你是不认识 但你肯定见过她 她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为啥 说她是特务 那是个女特务 杀了好几个五股百姓呢 你说 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呢 我们能回忆着 War 录挥 就开始了 早 早 早 自从家里发生这事以后啊 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她跟妈妈 也就是我的妹妹 为这事受了刺激 疯了 兴许啊 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了 不过老弟啊 你也别太担心 现在的政府啊 讲理 只要他 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早晚啊 会回来的 是 政府不会乱抓人的 我来找你 就是想让你告诉他 给政府好好交代 好好坦白 早点出来 待会儿啊 这个 我可不敢 老坎 求你了 老坎 快起来 不敢这样 不敢这样 快起来 你听我说 我看着你啊 也是有儿女的人 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 我是外甥女 她性格确 我怕她这样一直扛着 就怕她出来也见不着她娘了 这花啊 也是个好花 要不 我试试 老哥 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哪 可不敢 可不敢 这事啊 成不成的 这还两可呢 不管这事成不成 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哪 对了 对了 老哥 这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这可使不得 使不得 当然 使得的 使得 使不得 使得的 我们家就是普通人 先问啥东西 如果这酒你再不收 这琴 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哪 我尽力吧 拜托了 你慢慢喝着 我这走啦 可怜天下 父母心哪 对了 对了 我听不懂 看你 我哭了 我哭了 你怎么会 咱们 我哭了 你怎么会 我哭了 来 如果不出所料 这次是宋敬正反扑的最后机会了 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没错 可是 对佩健陆下令实施戒严 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 相信我 他一定会来 不管怎么样 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放心吧 你也想要不要 你不能尽量 你以后 你还是要担心 你不想让你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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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够 你能够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天亮就有好戏上演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用你换个人 你疯了吧 又是他们逼的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业 和别人没关系 你针锁会不得好死的 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一 立定 向左转 转 少爷 离联 一把二把准备 按照破终位置全部请进 各就各位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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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 打开 带走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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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我 走 走 放了我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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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不去 走 怎么回事 我不去 我不去 他不想走 算了 他留药 走 把他药上 走 上车 准备出发 好 好 車子 买 导致 哇 呀 要 張大英 張大英 周大英 正找你呢 找我啊 也沒啥大事 班長說想讓您趁著今天牢房都空著 把你們好好清理一下 好好 這裡的人都去哪兒了 今天封南法院召開公審大會 要對這些敵對分子進行審判 好好 就這事啊 那你先忙 周大英 天邊余下一抹西洋 思念也被帶給遠方 渴望的愛情藏在心底 帶起行囊 遠走四方 有些時候你我一樣 掙扎著尋找方向 渐渐觸摸到時間冷暖 渐渐觸摸到時間冷暖 也不尋常 也不慌張 也不慌張 我想所有的你都快樂 我想和你微笑面對憂傷 生命旅程 生命旅程 修飾戰場 別再逃避 別再失望 別再失望 我想做人一定要堅強 我想做人一定要堅強 我想人間盛開著善良 我想所有的你都快樂 我想和你微笑面對憂傷 想要不慌張 想要不慌張 控制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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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